孩子聆听 亲爱的孩子们 祝你平安 我是Michelle老师 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 Webber记的22章 如果让你画一画 你的好朋友 要画出他的特点 你会怎样画呢 你会是画出好朋友的爱好 比如画画 唱歌 打球 打鼓 等等 对吗 然而会少数的人 会画出好朋友的为人 比如说 善良 诚实 热情 希望帮助别人 等等 有一首歌是这样 唱的 I am a friend of God I am a friend of God I am a friend of God He call me friend Hallelujah 感谢赞美族 我们是何等荣幸 能够成为神的朋友 小朋友 最近我们在读月博记里 老师发现的 除了可以学习到月博叔叔 如何信靠神 我也在月博记里 学习成为我好朋友的好朋友 我也在月博叔叔身上 学习成为神的朋友 在22章12到14节里的月博叔叔的好朋友 控诉月博对神的观点不正确 他说 月博 你的问题就在于你以为神的能力有限 以为他看不见你做了什么 在高天之上 你以为各着云城 他就看不见你隐藏的恶性 嗯 小朋友 你觉得月博的好朋友 有真正认识到神 和了解月博吗 我们诺认识神 是一位独一无恶真神 是蛮有慈爱和怜悯的 我们就会知道 神就是神 他不需要用奖赏和惩罚来优导人 或勉强认信他 神虽然很乐意的将自己提示 给愿意认识他的人 但是神从不用手段或惩罚来吸引人 或强迫人 神希望他所创造所爱的人 自愿选择接受或拒绝他那永远的生命 就像当初神给亚当和夏娃的自由意志 自由地选择爱他 跟随他 神实在是在恨得爱我们 要不然神不会牺牲他儿子 为我们的罪悲钉十字架 还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还有还有哦 让亲爱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帮助我们 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孩子 上帝上帝真的很爱我们 人生中有许多的事情 未必如我们期待着 神允许让不可爱的人 进入我们的生命里 带来一些的刺痛 悲伤和不舒服 但是也别忘了 神也让可爱的人 活在我们生命中 带给我们爱 带给我们欢乐和温暖 当我们支持不下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得转向 这位爱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是一定会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力量去改变自己 接受挑战 成为更强大的自己 除此之外 孩子们 你愿意怎样的人 交朋友呢 以下几个行为 喜欢的 请你给爱心 不喜欢的 请你打擦 1.学习成绩好 2.喜欢打人骂人 3.谦虚有礼貌 4.真诚懂得感恩 5.撒谎 6.热情开朗 乐于助人 7.勤快爱劳动 8.喜欢说别人的缺点 9.诚实守信 10.知识 凡事只想到自己 接下来 请你对照刚才10个行为 静下来思考自己 来看你自己具备哪些 他人喜欢的行为 有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呢 孩子们 学习欣赏别人 能找到自己的朋友 懂得分享快乐 会拥有更多的朋友 学会换位思考 拥有真心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圣灵 求你帮助我们 学习体贴天赋的心 遇到难过伤心的事 不埋怨 学习感恩 凡事加多给你 我也愿意敞开我的心 学会欣赏别人 学会荒谓思考 懂得分享快乐 当身边的人难过的时候 我要像主耶稣那样 学习支持他 为他打气加油 而不是嫌弃他 或者是跑击他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我认为他打气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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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他打气加油